如果你是一個資深的巴士迷 相信珍寶巴士這個名字對你一點都不會陌生 今次 HKBus Channel 就帶大家看看這部在香港少數僅存的珍寶巴士 這部前身巴員工溝通巴士是30呎版本的荔蘭珍寶 1980年2月已經在香港投入服務了 巴士裝配蘇格蘭亞歷山大的CB型低矮版本車身 是本港第一代無梯級燈車的雙層巴士之一 巴士退役之後,新巴在2001年將它改裝成員工溝通巴士 而這部員工溝通巴士特別之處 就是巴士公司將它上下層所有乘客座位拆除 然後安裝上U型的梳化位 而上層車頭亦都設有一個獨立的房間 方便當時巴士不定期去各個總站 與員工溝通接觸 雖然巴士已經經過改裝 但是巴士原有的一些設施 例如下車中的燈帶 前望鏡都仍然可以在巴士上面找到 這一部利蘭珍寶巴士 配上阿歷山大CB型的低矮車身 上層車頭車尾凸出來的尖角 與勝利異形的設計同齊一切 是特色之一來的 由於巴士經過改裝 它的乘客限額減到剩下五個人 亦都因為這麼少的載客量 所以接近四十年歷史的 原裝吉拿6LSB引擎 都足以應付日常的運作 介紹珍寶巴士 又怎可以不說一下 原裝的SCG350波箱 這一套波箱是一套半自動波箱 簡單點來說 它就好像一套不用踩幾滴子的棍波一樣 其實只要駕駛者配合路面的情況 選用適當的波段 都可以好像一般自動波巴士一樣輕鬆駕駛 我們有幸得到車主的邀請上車試坐 在九龍灣、太子、旺角一帶的路面上 一般的上落天橋、燈口起步 都難得這部有接近四十年車來的古董巴士 新巴大約在一年多前 招標出售這部員工溝通巴士 但是招標之前 這部巴士已經在車廠裡 丟空了接近十月 很多零件都已經散失了 有公司將它買入之後 打算把它復收 改成一部多用途活動的巴士 所以日前就安排了它 去九龍灣驗車中心進行驗車 為重新出牌做好準備 驗車的內容包括有 車身結構、煞車系統 以及廢氣排放三個部份 希望在完成驗車和出牌程序之後 這部特別的珍寶巴士 可以在路面或活動上 與廣大市民見面 會變成功 真的嗎 在那裡 也會有機會 我們會在路面 在路面或圖 我們會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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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